至於一向沒有所謂的嫌出手的問題 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用看圖說故事 對於這些不管是在醫界 或在義務界、文化界裡面 大家都相當有一個 就是相當努力的人 用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對人格的五面 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那我覺得在藍衣裡面 其實我認為可能是 有一些藝人選舉上面可能有一些 困難吧 所以它需要出來趁熱度 但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趁熱度 我還是覺得很不道德 我需要選舉回歸正會 想請教部長 昨天來贏的藝人是 偷出了您餐序的照片 縫着您是賢豬熊 那您怎麼看 可不可以還原一下當時的情形 第一個要還原那天的晚上 事實上是一個 好像在文藝界裡面的一個餐序 那他們也請我去 那因為有一些相關的活動也要配合 所以因為我是用過餐以後 然後8點多 然後去那邊 那也有一些朋友 也相當熟 也是長期的朋友 大家就多聊了兩句 那至於一向 沒有所謂的賢豬熟這個問題 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用看圖說故事 對於這些在 不管是在醫界 或在藝文界 文化界裡面 大家都相當有一個 就是相當努力的人 那用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對人格的五面 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那在選舉裡面 每一天我們照的相片 不知道可能都要上好幾百張 尤其是我 那有些支持者也相當的熱情 讓你都是欣然地接受 我們希望就是說 那個熱情 還是讓他能夠在 那我覺得在藍營裡面 其實我認為可能是 有一些議員 他選舉上面 可能有一些困難吧 所以他需要出來趁熱度 但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趁身這樣趁熱度 我還是覺得很不道德 我需要選舉回推政策 因為部長提到說 餘會的都是多年的好友 但是國民黨跟徐曉欣 也還是謹咬說 為什麼多年的好友 可以到牽手搭監 那據我們了解 是不是這個 副院長是您的學妹 那熱心隊可以請部長 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對 那 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我還是要慎重問說 誰你沒有跟人家牽手過 每個人都有 大家有適當的一個社交場合 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那大家有適當的一些表達 自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禮貌 或者大家交往 熱絡的一個情況 這都互相要尊重的 網立聖指揮關係 其實有生緣 然後結果反遭哀酸 那您怎麼看 會不會替他感到不捨 我想這個事情 把它無限上綱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必要 還是回歸在選舉的主題 這種事情是這樣 所以當事人也覺得任何的問題 他才會是一個問題 當事人沒有覺得問題 就不是一個問題 最後講一句話 副長辛苦了 感謝你 感謝你